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玉 我现在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今天我要拜访一个朋友 是我认识好久的一个朋友 定居在这边了 他家可是豪宅啊 看看这是谁啊 我的老朋友猪猪 都是江苏的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边有什么有名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燕窝 那这个是印尼哪里产的呀 渣娃啦 渣娃产的 在印尼第一次上门做客 就受到最高的礼带 来吃这个印尼燕窝 还有咚咚咚咚咚 咱们南京的粥黑鸭 在这个印尼太难吃到国内的东西了 因为他前几天回国换护照 所以带了一些南京特产过来 他们在印尼做这个印尼特产做了很久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一直都非常有兴趣 所以今天过来了解一下 这回趟国在带的东西真的是太丰盛了 这是印尼咖啡吧 你真的火山特别有名 它是它的一个品牌 对 这个也是咖啡 对 40包是咖啡 哇一大箱 好像把这一大箱拖走 这全是咖啡 印尼的燕窝加这个南京特产 就会压这酸爽 我刚刚跟他说超好吃 可能是因为很久没吃了 它这个燕窝就是直接用水炖的 没有夹任何的东西 喝上去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淡青的清香吧 我今天像不像土豪啊 这么一大河燕窝 哈喽宝子们 得给大家问个好 不然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我有租住 在这个印尼待了很长时间 现在他们主要做这个印尼 比较有特色性的特产 首先就是这个燕窝 我现在吃的这个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龙牙产 本地人应该叫爪蛙 可能大家就是对燕窝不是很了解 或者说是你的了解 仅限于你的朋友圈呢 视频呢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 是很神圣的 你像金丝燕啊 它本身体重就不是很大 当然那个它也分幼妻 壮年 还有老年一说 那不用说肯定是年轻的 是不是 这个办事效率就要好一点 这个还要来源于 就是它的一个饮食 因为本身来说 这个地方 它属于一个热带 不管是湿度 70到90之间很高了 而且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热 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的 现在比国内凉快 你们可以来这避暑 对这边超凉快的 我晚上还冷呢 对 然后你像它的一个泡发率 基本上是在八倍左右 这一碗大概有多少年我泡的 一个 就一个 泡那么大碗 对 天哪 这一盒一般能吃多久 看大家的一个养生程度了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以及大家就是对亲人的一个关心度 和爱自己的程度不一样 你可以一天吃三克 你也可以一周吃三到八克 是都可以的 根据个人的一个条件 我最近身体就太虚弱了 是不是要得多吃点 这个东西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了解 当时我其实了解到它的一点 你猜是什么原因 痛筋 就有人跟我说 这个吃就不会痛筋 我在想 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 我当时是很不相信的 但是又抱着试一试的一脚 因为 成天人的东西没有多贵的 大家也知道 就很卷 有被炒的 就是很商业化 我本身是很排斥那种感觉的 因为它本身一点都不贵 我觉得燕窝挺贵的呀 不贵 刚才我说的一周三到八克 你比如说 这一个可以吃一周 中复吃 早上晚上吃 早晚是最好的两个阶段 大家感冒的时候 其实是不建议吃的 因为你的身体内 它的一些 我们自然因素一些东西是变化的 具体的一些原因 回头 你们请讲小鱼 他什么都知道 他就是不告诉你了 这一盒就是 就招待他了 可能就是有个六百克这个样子 太幸福了 在印尼有这么样的朋友 真的太幸福了 之前 大家都是知道 印尼这个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但是不知道这边有什么好东西 一个就是这个燕窝 这个燕窝 就是咱们收回来自己加工的吗 挑毛就是整个 那边有燕窝 燕子的窝 然后他 我想去看一下 可以啊 然后燕子 他把这个筑成完了以后 是一批分批分批 去把它手工采摘下来 然后放到挑毛工厂 进行一个挑毛处理 你像一个金丝燕 它吐的这个底座 跟它的体重是一样的 所以说金丝燕才有几颗 金丝燕都不到 嗯 而且大家那时候就在想 就是可能是什么 血燕啊什么 哎呀 其实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个噱头啊 大家就是不要踩雷 好不好 还是吃这种比较原始一点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 嗯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 在海克斯的情况下 它都能给你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嗯 明白了吗 可以客气是吧 然后 客气也很多 大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更快的去谋取利益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 呃 你们不知道 可能也不了解 或者甚至说你们 一直都不会知道的事情 当然这个我不能去说别人不好啊 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嗯 只跟大家说 就像这种东西 它不需要去广告 你们还记得咱们就是看那些 呃 古装剧里面 它都会突然说 哎 呃 哪烟我海山 都会这样去 就是它是不需要付广告费的一个产品 一玩一从古自尽就吃 对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有恒心啊 我们不是说因为变美了才去尝试 而是是尝试了以后才会变美 它是一个过程 一定要去坚持 它没有那么神奇 立竿见影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嗯 这个东西长期坚持下去 对 会还你一个崭新的自己 啊 多的就不说了 嗯 埃思维程度不一样 是吧 你像这个边上它是属于咽角 就相当于咱们盖罗房的低级 嗯 呃 一样成分很高 嗯 但是它泡发时间要偏长 因为它相对来说的话 呃 要更密度更高一点 嗯 要更厚实一点 我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 呃 对焰窝 怎么炖完了 怎么锅里面什么都没有 嗯 哪去了 我第一次炖焰窝 对 也是觉得炖完怎么像水一样 是啊 还有的有可能会买的假燕窝 因为有的药店它也有 这个燕窝 它这个叫拉丝是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通俗一点跟大家讲吧 然后怎么分辨它的那个好坏呢 就是有它有分价格 我这样跟你讲啊 也不一样嘛 好坏不一定能看出来 它能吃水 因为我前段时间 不是给那个朋友们分享一个视频吗 是别人强烈要求我们去曝光 呃 好不好 大概是在上个月 北京的朋友 直接是什么 厂家把瓶子盒子给你 叫你去做 那里面对了四种添加剂 你说燕窝啊 那就是素容 我在泰国天天买那一瓶一瓶的 而且也不贵 呃 不建议 真的不建议 没有营养价值 呃 不能说是没有营养价值 呃 只能说是 不但没有营养价值 而且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之前又有一个朋友怀孕了 后来 也就馋了 呃 医生查出来是 吃了很多添加剂 后来就是素容 我还喝了这么多瓶 我一直给自己洗脑 那玩意有有帮助 就是烟窝 其实最好还是自己炖 其实专家来说 他也是要 就是说建议自己炖的 会营养价值更好一些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 你去看圈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 卖这种 呃圆形的 还是卖那种鲜炖的也好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祥和的一个现象 但是后面呢就是卷嘛 卷一卷的话 大家也要生存嘛 大家就了解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了 因为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烟窝 都挺有名的嘛 但是全世界产烟窝 印度尼西亚卷70% 而且就是整个亚洲去吃烟窝 还是挺挺多的 包括尤其是中国人 还有就是这样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好看的东西 它不一定实用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一些药店 我就不说名字啊 很简单的这样去说 现在 你只要 去 给 这些 工厂 就是国内的啊 你去 一定的价格 包括公司 它是可以给你做出来了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去采内 我刚才说过 纯天然东西 好大意外 真的是不贵 好不好 大家辛苦了那么久 我觉得爱自己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对 你说的没错 真的姐姐 什么界定就是 这个东西是女士吃的 那个东西是男士吃的 没有啊 宝子们 然后 希望你们快乐吧 好吧 好 谢谢 我一直也吃厌恶 但是 就像之前说的 我也老买那种罐装的 图那个 简单 但是 今天才知道 原来那个 反而没有营养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去 就是买干燕窝 去自己炖 稍微费点事 但是那个真的 营养价值会好 今天来啊 真的是了解到很多东西 包括我刚刚跟他聊了半天 就是 特别想了解这一块的东西 因为一直都很好奇 燕窝这个水也挺深的 说是吧 在国内很多那个药店 还有那种专柜 卖的很贵 在印尼啊 价格不高 有想了解的话 可以来私聊小鱼啊 第一盒是 差不多600克 都是这样包装的 咱们整批 回去以后 会给大家安排盒子 因为它是一个贵重物品啊 然后会给大家 尽量保持一个圆形 好不好 反正就是纯天然的东西 那保存的话 就是在家怎么保存 你像你泡发的 你就冰箱冷藏 你像没泡发的放冰箱 这个一到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密封就OK 嗯 很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